你幫我去檢查一宗 人哥, 的士單過了一個月 還有這張寫著8時10 應該是你遲到的時候 搭的士的單, 沒得清除 你沒遲過, 誰知道沒得清除才行 你先試試吧, 好不好? 但是公司規定 如果不是見客的話 遲到的單沒得清除 我之前那晚在OT上很晚 明天早上就不知醒了 我只是幫公司工作 不是你, 人哥 你先聽我說 財務部一年要處理這麼多帳單 酒樓一、兩張有多出奇才行 但是… 但是什麼? Hidy在那時候, 她什麼都幫我檢查 永遠不要說不定 你這個臉臉貌貌幹什麼? 快去試試吧, 帶回你會打回頭 沒事的 難道我們會打你嗎? 難道我們會搶你, 把我還給你? 去吧 我…我現在馬上去 有沒有搞錯?這是什麼訂單? 公司規矩超過一個月是沒得清除的 你回去過濾清楚才送給我 其實我有的 有嗎?同事交給你 看都沒看就給我 你知道我每天很忙, 很多事要做 如果每個人像你那樣 我豈不是把過期訂單 花了一花時間 對不起 對不起, 但是吵架都吵架了幾分鐘 你還給我時間 還需要OT的, 你放水給我, 是不是? 那我先走了 別走, 公司請你回來工作 這件事不是光是坐的 麻煩你站在這裡 一張單…看清楚 哪張單有得清除, 哪張單不可以清除 不是被人說我是欺負人 不讓他清除 那張單, 走, 快點 Elan, 聽不懂嗎? 不好意思, 仁哥, 我聽不懂 什麼?一張都聽不懂? 因為你給我的單, 全部都不適合規矩 所以… 慢著, 你怎麼拿單給他們評判? 不是整個單都這樣遞給他們 難怪可以, 以前Hidy很聰明 她把那些難評判的單 放在熱評判的單上一起遞給他們 但是你剛才也沒說 我沒說, 你可以問 那你交單的時候 有沒有跟他們聊天分散去處理? 我沒有, 人家在工作的時候 我不是挺好意思吵著人家 你當然要吵著他們 吵得他們分心才會走漏眼 你明白嗎? 我不是很明白 這是部門與部門的溝通方法 你還想教人家? 我們是吃老的 Hidy最聰明是敲他們最忙的時候 才提單給他們 那財務部什麼時候才是最忙的? 以後你再說什麼不明 就打電話問Hidy好不好? 好 這次你要我給公司賺水 Yin, 你在這裡正好 我之前叫你做上個月的出貨單有了嗎? 我做好了一半的 明天可以給你 一半的住在等明天? 我本來今天可以交到的 但是今天你說做總日貨就行了 行…不要緊, 你做得這麼慢 你不如給我自己做吧 不是, 我可以的 我現在馬上做給你 我不是說你不行 不過你現在馬上做 我今天下班也不知道能否拿到 不如我現在自己用個多小時做了它 好 是呀…明白的… 不過公司有明確的規定 有些貨是不能退的, 不好意思 是呀… 不如你幫我接這個客人想退貨 一號線, 麻煩你 好, 沒問題 你好, 我是尋寶圖Elaine 請問你怎麼稱呼? 你不用管我怎麼稱呼? 我現在買了一套床單 現在不對, 要退貨 請問你的床單開封了嗎? 當然是開了, 不然怎麼知道不對吧 但是我們公司規定 床上用品開封了的話 是不能退貨的 你們宣傳說不適合包換的 是呀, 不好意思 就算你打到消委會投訴我們 但是我們也幫不了你 真是不好意思, 這些是公司規矩 得怎麼樣?時間到晚餐 好 好, 去拿餐 吃飯了, 還沒搞定嗎? 還沒, 客人的床上用品開封了 他說要退貨 還說要打到消委會投訴 等我來 對呀, 這套床單 稍後你拿到我們門市裡 我們幫你處理 是會退貨給你的 謝謝, 好, 再見 不是說不能退貨嗎? 是呀, 不可以退貨 但是你看一小時, 九小時吃飯了 那是怎麼樣? 就是做人就要懂得轉搏 法律不按乎人情 我剛剛在這裡談了一小時 在做什麼? 是嗎? Elean, 你幹嘛不吃? 不舒服嗎? 因為我今天很晚才吃早餐 所以還有點 那你下次點東西喝嘛 你這樣很浪費呀 不用怕, 你給水吃吧 水很大吃 叔, 不是踩到你的尾巴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的節目精華片段 謝謝